美俄兩國大換球之後 現在美國是巴不得大陸趕快放人 放了他們的美國公民 嚴老師 所以現在是怎樣 是想要這個大陸方面 趕快開始跟他們再繼續談嗎 因為我過去就看到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或其他的一些官員 包括他們的大使 也都一直在大聲疾呼 說我們的這個人 都到你們那邊去了 然後被你們給壓了 被關了 那他認定說是 被中國不當拘押 這裡面就提到 一共有三個美國人 那但是這個大陸方面 到底會怎麼做呢 而事實上大陸 他們是不是認定說 這些人都是間諜 所以該官也是正當又合理的 在此同時就剛好你看到了 大陸國家安全部 他們有公佈一個 計程車司機兼導遊 發現了間諜這個事 而且是誰 是日本 日本的官員 是在幫日本政府 在做事 在藉由考察溫泉之民 行間諜活動之時 閻老師 我看到這個消息 我就想到三十年間 就是九零年代 八零年代末期 特別是九零年代 美國的官員到大陸去訪問 那個時候大陸 因為在天安門之後 受到了一些 我們講說國際的孤立 甚至在之前 每一次美國去大陸都要放一兩個 大陸的異議分子 我不曉得 遇行記不記得 就以前沒事叫 王丹也是這樣放出來的嘛 對不對 每個人都是這樣子 就是那個時候大陸有求於美國 所以美國的官員 總統副總統去訪問 或者大陸要到美國來之前 就是國務卿去的時候 他們就放一個 那我說你們應該先去看看 他是不是存了一堆 就等你們來我就放一個 那是好 但那個時候大陸確實是做這些 一路做到這個二十一世紀的初期 可是最近好像 美國人去訪問大陸根本沒有人 大陸異議分子難道沒有嗎 還是有嗎 現在大陸根本不鳥他了 對 不甩 就是不會理了 好 那現在上一次我們看到 這個美國跟俄羅斯換 那還有之前我也寫了一篇文章 叫史上最不對等的換球 就是WNBA這位女性的這個球員 在俄羅斯可能也有帶毒品對不對 到最後換回來是一比多少 好幾倍喔 是二十倍吧 換了一堆犯人 而且就是其中有那種 惡行重大 他只是毒品 你有些是很重要的間諜 結果換了 那我當時就認為說 因為這位女性 第一個她是非洲裔 第二個是女性 第二個是女性 第三個呢 她是這個我們講說是 這個同性戀的 那這個在民主黨來講 這個是政治最正確的 你一定要幫忙把它給釋放出來 那現在問題就是說 你現在在講了我們講的這三個 包括林牧師 包括這個另外兩位 有兩位都是華裔的 那美國人現在有在乎華裔嗎 我是很懷疑這一點 所以已經被 而且這個林牧師 就是我們基督徒都知道 從已經關了十幾年 快二十年了 對不對 那這個議題一直存在 而且它真的是 就是說它是去傳教 然後它等於是過去我們大家都知道 大陸有這種所謂的三制教會 就是他們政府允許的 然後還有這個叫地下教會 那它今天等於是把地下教會 變成實體化了 那大陸不能忍受 大陸現在還是有很多地下教會 但是你把它實體化就不能忍受 所以它被抓 那這個過去在美國來講是很重要 這是宗教自由 美國一定會去關切 可是最近好像也沒有那麼在意 我就懷疑說 這是不是因為它是華裔的牧師 而不是這個白人的牧師 所以這個力道就不夠 那可是今天美國真的是可以去 就是說中國大陸可以用這三個 因為它知道美國人還蠻在乎這個 然後換取一些利益 那顯然美國能夠提供的東西 我覺得不是大陸想要的 所以大陸現在大概暫時是不會 不會就是釋放 你看雷蒙多去也要去看看 誰是那個 他們博恩斯沒事要去探訪一下 對 都沒有用 那表示是說 過去你們美國人來 我們還放我們中國人 現在根本不是 是美國一直不斷地在那裡 呼籲但是大陸方面的態度 是非常的堅定 對 為什麼就是有底氣了 有自信了 所以根本就不甩美國 不斷一而再再而三的呼籲了 這就是現在大陸的做法 在今天大陸國台辦的官網 新增了 依法懲治台獨頑固分子 這個專欄 清單再列的台獨分子 有誰呢 來看到的一共有這十位 我們看到這個光用台獨 用清楚的綠色的字樣 然後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的十個人名 包括蘇貞昌 游錫坤 吳釗燮 蕭美琪 固立雄 以及蔡奇昌 柯建民 林非凡 陳娇華和王定宇 而此外呢 還值得留意的是在下方 這個上面呢 你還看到有一個舉報郵箱 公佈這個線索舉報郵箱 這究竟有何含義 意思是說你可以舉報更多的台獨分子嗎 來看看這個到底在今天 當我們看到公佈出來這份名單當中 這個波基你看台獨的名單又來了 然後呢上面還有清楚的這個字樣 還有重點是 還有一個舉報郵箱 意思是不只這些喔 後面還有續集呢 你等著看是這樣嗎 其實這個十位的名單 都是舊的名單 比如說像這個 第一個被列名的叫吳釗燮 當時他是外交部長 這是2021年五月份 再來2021年十一月份 增加蘇貞昌跟游錫坤 然後2022年八月 就是顧立雄已降 蕭美琴他們就是八月以後 剩下這幾位都是2022年的八月 那這個名單被用這樣的方式 把它凸顯 對這十位民進黨的人士 他們這個不好意思 九位民進黨的人士 一位是時代力量的 那這個對他們來說就是榮譽吧 第一個 第一個注意喔 你看蕭美琴2022年八月 他列名 2023年十一月 他被提名為副總統 選上了 所以 沒有就是 對我覺得國台辦用這個方式 比較像是對內的宣傳 比較像是告訴 這個中國大陸的朋友 我們在反台獨 是 然後呢 那個舉報信箱說 來來來 歡迎你們這個舉報 這有誰是台獨 我告訴你 現在可能那些青鳥啊 每個都寫那個信箱 我也是 我也是 還有我 還有我 每個都要去自首 為什麼 你只要放上去啊 不得了 民進黨一定 封關加絕 是 有位子等著他了 你注意看這上面的 顧立雄 國防部長 蕭美琴副總統 柯建民黨團總召 林非凡國安會 王定宇立委 蔡其昌立委 你看只有兩個 這個長輩 吳釗燮國安會秘書長 只有兩個長輩 這個退休嘛 就是蘇貞昌游西軍退休嘛 其他陳教華 因為這個實在力量 沒有去用他 可是其他都還在啊 所以我說 對民進黨來講 他每一波國台辦公佈 台獨萬固分子 民進黨就是亢奮一次 那現在 我只能說 這個方法 對於對內 也許對說 告訴大家 我們有這個 中國大陸他們所謂的 堅定反台獨立場不變 這件事情 是告訴他們的這個人民 但是在台灣 我認為這個意義不大 除非你有更進一步的 這個制裁措施 或是 有更多的名單出現 但是我說穿了 我剛剛也提到 很多人期待 被列在這個榜上 保養成錄這個叫什麼 台獨風神榜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 協會認證高品質的 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 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請問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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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